对马导之魂PC版用XBOX手柄和PS5手柄有什么区别 我这个是PC版 左上角可以看见当前的显卡和CPU的信息 进入选项第一个 它可以识别XBOX手柄 它也可以识别PS5手柄 对马导之魂对这两款手柄的支持 兼容性都是非常完美的 但是这两款手柄它的特性是不一样的 主要有两点 PS5手柄有声音 而且有触觉反馈 这个XBOX手柄它只有震动 另外PS5手柄它还有自适应扳机 不过我没体会太出来 主要是触觉反馈和声音 这个声音主要是风的声音 还有拔刀和收刀的声音 还有游泳的声音 是那种水向后拨的那种声音 滑水的声音 这都是从手柄的这个位置发出来的 这有一个小扬声器 但是XBOX手柄是没有扬声器的 比较传统 还有一个常见的就是攻击是有触觉反馈的 还有格挡也是有触觉反馈的 但是XBOX手柄是没有震动的 轻砍重砍都没有震动 游泳也没有震动 比如我们下码 它这个手柄是有这种很细微的震动的 上码之后也有一点 就是整个手柄它都会有一种麻酥酥的感觉 但是XBOX手柄上码没有任何感觉 下码也没有任何感觉 这是第一个 但是并不是说XBOX手柄就没有震动 它是有震动的 但是它这个震动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单一 比较传统 它只有那种非常轻微的 你比如说咱们从地上捡个补给 或者捡个踩个花什么的 它都会有一些特别轻微的震动 但是这个震动 跟PS5手柄的震动比起来差很多 另外在打斗的时候 比如说完美格挡 它也是有震动的 这个震动的力度是很大的 是那种能听见马达声音的震动 而这个PS5手柄的在打斗时候的震动 它是很细致 这个XBOX手柄很粗糙 这个很细致 很细微 很变化多端 丰富多彩的那种感觉 我感觉这是在体验上最大的区别了 玩对骂导之魂PC版 有条件的话 最好配一只原装的PS5手柄 其实这俩手柄的价格 买全新的也差不多 另外还有一个是功能上的区别 比如说PS5手柄的这个位置 向右滑是拔刀 再来一次是收刀 往左是吹销 然后往上是封 往下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XBOX手柄是没有这块触摸板的 那它怎么做呢 是按右键 然后推右摇杆 这是封 这是削 这是拔 和收 这个是鞠躬 它是先按住右键再操作 然后还有一个 PS5手柄的右键是什么呢 是拍照 那XBOX手柄的拍照在哪呢 是先按右键 再按这个 才是拍照 往下按这个R3键 像其他的都一样 轻攻击重攻击 这是前行 恢复 这是跑 这些都是一样的 好以上就是我玩了一会儿 对MADO之魂PC版的一些感受吧 给各位参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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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